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电影就是造梦 电影美术就是为这个梦制造空间 梦是超现实的 但要从现实中去寻找 创作出超现实的一种景象 我是电影美术郑辰 我是2012年第一次拍电影 当时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 因为本身就是学美术的 一开始不了解的时候 就对这个行业比较好奇 我会觉得这个电影美术这个东西是很抽象的 其实它是另外一个领域 也是从头摸索 每一个电影都是要去找它那个独特性 哪怕超越了我们平时看到的现实 一段穿越20年时空的男女爱情 如何把握现实和超现实的尺度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夜之间两个时空相遇 但怎么让两个房间的融合 去表现时空相遇的抽象概念 就需要我们美术部门去想象 一旧一新 一扇门的两种材质 一边的门里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出租屋 一边的门里是现代的公寓 用现实生活的细节 去讲一个超现实的故事 比如影片中最小的一个道具 是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见到过的 这种细节的真实 会让超现实的故事变得可信 创作过程尽量的不去重复之前自己做过的事情 尽量去探索一个新的方向 这个楼顶我们整个当时是实际搭建的 当时大概是搭了一个这样的平台 装了霓虹灯 但其实霓虹灯都是冲外发光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背面 就是每一张图它都肯定是要有一个想法才去画 不是说我们去瞎画也哪个好看画 再往这边来一点 《动物世界》是一部更具有超现实风格的电影 所以我们把这艘船做得非常魔幻 营造出命运牢笼的氛围 在这艘船上的一种被压迫的感觉 我们知道它有出身有来历 查阅大量资料和全球各地的建筑风格后 最终采用了Art Deco式的建筑风格 建立这艘船的真实性非常重要 让演员在里面能有真正的感受 电影美术不是天马行空 一扇门一艘船 都可以成为现实和超现实的边界 只有你充分认识 了解现实 在创作中才能超越现实